你却对他毕竟具有实验性的功能 不让你去也不是单纯为了你自己 你是咱们团的主力骨干 这是团里的建设所需 你能明白我说什么吗 潘叶 人这一辈子 讲的就是一个熬的猪 老百姓过日子 要一天天地熬 和平年代的军人 又何成不是啊 但是你要记住一句话 每一场战斗都不一样 但是每一场战斗 又都一样 我倒是 我信任你 我 有一个战斗 这一场战斗 都不得了 你永远 又是 我 你永远 都不得了 你永远 不得了 行啊 张旗 让团长和政委就这么等着你 等着你跑完十公里越野 你谱摆得挺大呀 团长 你误会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没误会 坐吧 坐下说 坐吧 是 怎么样 想清楚了没有 团长 政委 你们还是另行高明吧 别 人你随便挑 经费团列给你拨 装备 只要你看上了 团里边随便用 场地我也批给你 怎么样 那训练计划呢 你自主 团里边不干涉 但是 经团党委研究决定 同意成立集训小分队 队长为张旗 教导员为车之光同志 教导员车之光同志 目前正在参加集训 得半年之后才能回来任职 小分队根据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的需要 自行选取队员组建队伍 这是一支临时成立的实验性集训队 没有正式编制 所有队员 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 只要进来了 就不分直闲高低 不分官兵大小 都是普通队员 个人编制留在原单位 训练周期为十个月 结束后 将根据实验成果 接受军首长的检验 那这个实验 还非得成功啊 不然解散了 我的兄弟们回去就没有位置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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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 发什么老嗦啊 看明白了也好 一旦踏上这条路 不但凶险 切勿退路 意味着 归零和巨大的挑战 您可要有心理准备哦 好 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不干赶紧滚的 当好首长 搞正贯成任务 要干 就要干出个样子 在军改前的敏感期 带一支实验性集军队 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否则 不光你的队员 全团都会受影响 请首长放弃 这才是你张旗吧 八位首长 求你们沈云 这是什么呀 行啊 我干啊 来来来 请客你小子 连标识都设计好了 不错 张旗 看来团长给我是被你给设计了 郑伟 团长 我正式申请这支集训队代号为 郭盖头 啥意思啊 别整虚的啊 不虚 郭盖头 郭盖头 是全世界特种兵普遍使用的发型 用它作为代号 代表着这支集训队 蓝军的特点 以及眼真扮相的功能 它不仅可以成就红军 同时也能把自己磨练成一支 可以打硬仗的队伍 郭盖头 为红军而存在 成就红军 是郭盖头最终的使命 与目标 张琪 我就提一个要求 人你随便挑 但是必须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 是 团里边能给你的支持 我刚才可都说过了 到时候 郭盖头要是见不出个模样来 我为你吃饭 如果见不出个模样 我张琪 提头来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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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是 郭总员 走吧 营长 还是叫营长顺 还是郭总员 营长是代理 什么事啊 我 我 接到了张队的邀请函 他想让我加入郭盖头 你怎么想 报告营长 我马当心 永远是特意赢的人 永远是你的命 没有别的想法 你跟我解释那么多干啥 我又不是不了解你 这个张琪那郭盖头那营地 准备得怎么样 有没有人去帮忙 报告 乔主任去 正好啊 咱也过去搭把手 顺带着参观参观 是 你多叫几个人 走吧 准备啊 咱们的新营长 行 营长 别叫营长了啊 今后叫队长 队长 这就是咱们团里 给咱们俩特别的地儿啊 没错 营房谷陈部长 亲自带我来的 别犹豫啊 现在后悔来不及了 这地儿够大 我看收拾收拾挺好的 你还记不记得 我刚来的时候 还是你接待着我呢 现在依然是这样 当时我来特战团的时候 就觉得 这条件也太差了 没想到还有条件更差了 我怎么觉得 你还挺开心的呢 我喜欢受孽啊 过来打把手 来 来 这地方不错吧 这什么地方 还有队长担家呢 提起来看 得嘞 什么都别说了 就这儿了啊 来 把船包这儿 跟我船上放啊 这把船也拆一下 好好拆一下 这边 打拆一下 咱们 高小姐 赶紧 去那一块 有来 你会在哪里